在前一段时间 著名组合与权的成员陈宇凡 也是在北京朝阳区被群众举报吸毒 而后证据确凿被石井山公安局逮捕 后来也是被强制社区监督三年 在网上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而且现场还有一名和姓女子 不少人也是怀疑两人有恋情 同时不少人也是为白白和感到不公平 陈宇凡事件后首次现身 KTV中进行歌唱 引起众人热议 而这次事件过后几个小时 陈宇凡的好兄弟胡海全 也是在网上接连发声 而即将到来的演唱会 也是因为陈宇凡不得不往后推移 同时胡海全也是期望陈宇凡能够好好的戒毒 能够改护自信 近期陈宇凡也是在因吸毒事件后首次现身 陈宇凡出行也是非常的低调 戴着帽子以及黑色墨镜 而女之同行的还有女助理 不过陈宇凡比较幸运的是 虽然被强制戒毒 但是他的行动还是自由的 有网友也是晒出了陈宇凡在事件后首次现身KTV的照片 照片中的陈宇凡也是和自己的多类有人 KTV中的陈宇凡也是拿起话筒进性的在唱歌 不少网友也是趁陈宇凡的心情还挺不错 而陈宇凡现身KTV也是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 也有网友认为这次陈宇凡现身KTV是不理智的行为 不过对于陈宇凡的社区进毒 也是需要经常的在社区进行定期体检 而且还要经常的去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而在KTV的这种事 显而易见应该是不被允许的 最后也是希望陈宇凡能够好好的改过自信 不少人也是等待着他的归来